很多朋友到皮膚科看病 都会被医生诊断成湿疹 到底湿疹的由来是什么呢 为什么叫湿疹呢 因为其实有些病灶并不会湿湿的 有些是干干的 那其实湿疹这个名词 是应该从我们皮肤的病理的 一个显微镜下去看的 因为湿疹发生的时候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皮肤的表皮层 产生了很多的发炎细胞的净润 造成一个表皮层中间的一个角质细胞 和角质细胞的中间产生一些空隙 那这个空隙久了 就会有一些组织液蓄积过去 我们叫做海绵状的一个变化 Spongiosis 那久了之后这些组织液一直蓄积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像小水泡 或是肾出液的一个东西 所以常常会被人家俗称叫做湿疹 那这种皮肤的发炎反应 在即兴期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水泡或肾出液 或者是甚至一些非常弘扬刺痛的现象 那再来呢 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们叫做雅极性的湿疹 那这时候的表皮呢 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例如说它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增生 会有一些脱屑的现象 当然如果反复性一直的这个发炎的话呢 就会进一步成为一个慢性的湿疹 那慢性的湿疹呢 它的表皮的真厚的一个比例会更明显 然后它会不正常的角化 甚至产生一些色素的变化 造成外表黑黑脏脏的 就变成了慢性湿疹 当然有一些慢性湿疹的case呢 它也会合并一些急性的发作 那湿疹呢 常常建于一些有异味性体质的一些朋友身上 例如异味性皮肤炎或过敏性鼻炎 所以呢 在一些气候变化的一个现象 或是一些外界的一些压力的情况 造成这个皮肤的发炎 就会造成一个湿疹的一个复发 所以这一类的朋友呢 尽量呢 在这个气候变化或是环境变化的时候呢 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尽量不要熬夜 也尽量不要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那此外呢 皮肤做好保湿的话 也可以提升这个对外界的一些物质的 一个屏障力 也是湿疹患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养功课